我們看今天英文的題目是 主要說是可以吃的吃米 我們看今天晚上的題目是 耶穌說祂是可以吃的食物 聽了百度會餓嗎 我們聽了之後肚子會餓嗎 我們人的身體很軟 我們人的身體是軟弱的 明明晚上五六點才剛吃飯現在就餓了 晚上五六點才吃飯現在又餓了 不然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子 不然是這樣 不然是這樣 我一邊派去馬來西亞巴達林 他的馬來西亞總會 我被派到馬來西亞總會那邊工作 早前他們的志士說 帶你來後面散步散步 一早他們那邊的指示就帶說 楊志士我帶你到後面散散步 我說散步 後面一個小山走一走 去那個小山上走一走 我就出去了 那我就出去了 那我就出去了 才知道被騙了 小山會變大山 小山會變大山 那山路有夠陡的一直爬上去 山路真的很陡我就一直爬上去 我有一個毛病 我也有個毛病 經常陡人間血糖會下降 會突然之間血糖下降 我爬到半山腰 爬到半山腰 開始眼睛 開始有金 金漆走出來 開始眼睛裡面出現靜心 後來就知道 還不行 我就知道 我馬上坐下來 我馬上就坐下來 他嚇你頭前說 欸 指示 為什麼 上來 上來 他們坐在前面說 欸 指示 上來 上來 我說不行 我就跟他說我不行 不是 體力不行 不是 灰糖降下去 不是 體力不行 是血糖降下來 人家也還有 那個當地的人 在爬山爬起來 後面還有當地人 你要爬山上來 我第一邊想去吃 我說 請問有糖嗎 我第一次好像是 擠到一樣 請問有帶糖嗎 因為齁 沒有吃糖的話 就快昏倒了 剛好有一個 有炸糖 剛好有一個人帶了糖果 欸 對 那裡有什麼人帶了 這個是跟我一樣有毛病的 欸 他就拿糖了 他說 以後你自己要帶 這個趕快拿一個糖給我 他跟我說 以後你自己要帶 我實在是 我 是潘姓說 我給我們病起來 我不好意思說 我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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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 扮上來的 我們辛苦 過一段時間來吃東西 那是沒辦法的 我們身體 過一段時間 就需要補充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 沒辦法自己産生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 不能夠自己產生 對 那如果我們肺腸不夠 那真的會混淆 如果真的血糖不夠 真的會昏倒 對 吃東西也是一樣 吃東西也是一樣 有時候不是說我們要吃 不是說我們喜歡吃 那不吃就不行 不吃就不行 喔 因為 這身體是一個 一個生命 因為身體 這個生命 這生命要用東西來補充 你是我感覺 生腹裡面 可以吃 不是這支嘴 這個身體裡面 最能夠吃的就是 這個嘴巴 不是這支嘴巴 不是這個嘴巴 你看 你這個睡覺開始 你的眼睛打開 你的眼睛一直在吃 看這個看那個 睡醒之後 你的眼睛就一直在看 看這個一直在吃 看這個看那個 我現在 一定有一個感覺 家裡 如果有四五個人坐在那裡 如果說 在家裡面 有四五個人 坐在那裡 嘴巴都沒有在動 嘴巴都沒有在動 大家都這樣 要跟對面的講話 給我拍一下 要跟對面那個人講話 要跟對面那個人講話 對面看 對面看到了 然後他就這樣 再打回來 對 整個會 兩組組 一家人 安靜無所 但是那個眼睛看不通 找到 都是找眼睛看不到 另外一個 通筛吃的 另外一個 最可以吃的 通筛吃的 他國技比較壞 就是小鷹 這個 另外一個 最會吃的就是耳朵 對 這個用 鷹在聽音樂 這個再用 耳朵再聽音樂 鷹也不夠 再怎麼樣子都不夠 所以現代人 很空 很空 所以現代人 非常的空 對 你不知道 怎麼吃都吃不夠 因為這個 這個 再怎麼吃都吃不夠 等著回來 現代人 對這個吃東西 比較有經濟 反倒 反倒 對吃的 真的吃的 比較有經濟 我一邊去 去一個醫生 那裡 有一次我到一個醫生那裡去 我是去看我的膝蓋 我先看我的膝蓋 他這樣給我看一看 他這樣子看著看 有話跟你講 他說我跟你講 他也叫我楊大哥 他說 楊大哥我跟你講 這個楊大哥我跟你講 說 現存時有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現在有一個更重要的 對 我想說我要來看膝 他說我叫你一招 他說我叫你一招 他現在 要讓身體 不要那麼胖 這樣膝蓋你吃得比較好 要讓身體不要那麼胖 你的膝蓋就比較好 我也是想說 這樣是對 因為我出來 都含這些姊妹 不一樣 我夾盤一個冰箱 因為我出門的時候 一個小冰箱 一個小冰箱 差不多30公斤 我都夾盤一個小冰箱 我也夾盤一個小冰箱 因為我出門的時候 我出門的時候 都是多被一個 我出門的時候 35公斤的小冰箱 所以我要說 用你每天 晚上吃飽 他說你每天晚上吃飽 就不可以吃東西了 就不要再吃了 到時候 到什麼時候 你認為到時候 你認為到什麼時候呢 人家說 到明天才6點 他說不可以 到明天6點嗎 他說這樣你的體脂肪不會減掉 這樣子你的體脂肪不會減掉 你晚上6點吃飽 一定要到明天才的中度 12點這間都不可以吃東西 你晚上9點吃飽 到明天中午12點以前 都不可以吃東西 這個作為參考 不然明天你們坐在這裡 大家搖到這樣都用不可以 明天大家都很餓 待會連音會過後就開始用 對 連音會過後再來開始 你真的就這麼軟吃 人 但是如果主要說 我就是吃麵 主要說 哇就是食物 我們來看這個 約翰福音第四章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第四章 約翰福音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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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大家很熟 這個故事大家很熟 但是 我們這裡沒有朋友在這裡我就說一下 但是我們在座有目睹朋友 主要說 去跟一個薩瑪利亞富人人喝水喝 絕對說像一個薩瑪利亞富人藥水喝 對 這個薩瑪利亞富人人是說 你猶太人 你要向我喝水 我比較不愛給你 這個薩瑪利亞人說 你是猶太人 你怎麼像我藥水喝 這樣古早那個時代 在古時候那個時代 在中東那裡 在中東那裡 整個山區可能像這個 山門口那裡有一個正義 整個城市裡面 可能城門口才有一個景 所有家裡整個要用的水 一定要有人來 他們說打水 就是有人來拿水 所以一家人所要用的水 就會有人出來打水 他們那時候打水的器具是什麼 那時候打水的器具是什麼 是水缸 是一個水缸 不像我們現水是說 我會拿一個寶特瓶 不像我們現在只拿一個小小的寶特瓶 那水缸 你用的 還沒蒸水就已經有夠重了 一個水缸 還沒有裝水就很重了 那怕水的都是什麼人 那打水的是誰 農夫人人 都是富人 姊妹比較可憐 姊妹比較可憐 所以一天 我看不是只要走一趟 那一天 可能不是只有走一趟 可能已經拿走一趟 跟水廂說 你可以用一些水給我喝嗎 他可能已經走了好幾趟 主耶穌對他說 你可以給我一點水喝嗎 他的老大不願意了 他就是老大不願意的 意思是心來很不願意 我拿到要是買完 我就要拿水給你喝 你又是一個猶太人 主耶穌還說一句話 我們來看 主耶穌對他說一句話 我們看第四章 我們看第四章 第十三節 雅蘇回答說 既然喝這個水 會知道 嘴唐 十四節 人如果喝我所屬的水 就永遠不會嘴唐 我所屬的水 要在他來 民間做爭丸 一直到應聲 主耶穌回答他 主耶穌回答他說 說你喔 你實在不知道 你吐到什麼人 你不知道你遇到誰了 我是可以讓你一種水 我可以給你一種水喝了 不會再渴 主耶穌實在是 很知道人的心 主耶穌真的很懂得人的心 我們今天就看到 啊 主耶穌要跟你做自來水 我們一想說 主耶穌要到我家做自來水 古早沒有那種自來水 古時候沒有自來水 聽說我們這個 這個 日出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 當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 剛結束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的軍隊來到台灣 國民黨的軍隊撤退到台灣來 不是撤退啦 日出世界大戰剛結束 就來 日本政府交給國民黨 是日本政府交給國民黨 我那個喔 那個時候 這是我們爸爸說給我聽的 那個時候 這是我父親跟我講的 因為台灣這樣 這不真話來到台灣 他們從大陸戰爭 現在轉到台灣來 那個時候的這個比大陸更進步 當時的台灣是比大陸還要進步 他們看過 喔 奇怪 那個壁喔 一個水冷頭一個開的就有水出來 喔那個牆壁上面的水龍頭一擋開就有水會出來 那邊還要去買一個水龍頭來 齁 那個 那邊就給它窩一口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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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就去買一個水龍頭回來 在牆壁上把它撞了 然後一轉沒有水 就拿去換說 你這個壞掉了 沒有水 我絕對不是說陷阱 如果我們去問這老大人 他們就不賭過 這個是我們老一輩的他們就遇過 今天這個世界人就是這樣 今天世人就是這樣 在找這個自來水 想要自來水 那為什麼水龍頭撞下去就流水 是不是 水龍頭撞上去 所以這個富人啊 當中就怎麼說呢 所以這個富人當場就怎麼說呢 我們看這個十五十 我們看十五十 富人還有生死 請把這個水給我 給我沒水乾 也不用這麼來打水 說先生請把這個水釋給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來這麼遠的地方打水了 雖然是一段故事啊 雖然是這一段故事 這真是說到我們現前是小甘人的心 這段故事就真的談到我們世人的心了 我們怎麼喝 怎麼吃也不夠 我們再怎麼喝 再怎麼吃都不夠 因為還會再渴 那真的有那種不吹乾的水 真的有那種不會口渴的水 真的有那種可以讓我們一直用的水嗎 真的有那種可以讓我們一直用的水嗎 我們看預安婦人第一張 最好是自己在介紹他自己在說 就要再介紹他自己這麼說 第七章的三十七節 第七章的三十七節 這句的完結 最好就是一句就是通大一節 雖然站著大聲說 人家如果吹乾可以來我這裡喝 信外的人就像京商所說的 從他的北斗裡面要流出多醉的江河來 三十九節 雖然說這個月是基到三十七的人 要守生靈港的 我們在說到這個 要怎麼拿到這個渦水爪 我們說要說到如何拿到這個 得到這個活水權 一切的能量都要從外面來補充 我們一切的能量都要從外面來補充 但是主耶穌說有一個東西是 為你來這裡自己散一下 但是主耶穌說 有一樣東西會從你裡面產生出來的 就是當你領受主耶穌的聖靈的事情 就是當你領受主耶穌所示的聖靈的時候 我們早上也有說到聖靈的事 昨天我們也談到聖靈的事 我們真正所教會有這個聖靈的一種體會 我們在聖靈教會有聖靈的體會 為什麼大家小人在找一找都沒有 為什麼私人要找都找不到 我在這幾年之前有一個學生 在很多年前有一個學生 他來我們這個聖靈的教會來莫德 他到我們聖靈教會莫德 為什麼他來是因為他的同學叫 為什麼他來 因為同學要他來 他也想說要查葛德里他就來了 他也想要查葛德里他就來了 看起來不理得認真 看起來也很認真 但是他認真過頭 那是認真過頭 因為他另外一個朋友再找他 他再找他另外一間教會 因為他另外一個朋友又要他 他又到另外一個教會去 在我們聖靈教會附近還有另外一間教會 在我們聖靈教會附近還有另外一個教會 多聽多參考 多聽多參考 他們兩邊都去 他兩邊都去 一段時間後 有一個決定 他有個決定 他說我以後沒有來聖靈教會 他說我以後不要來聖靈耶穌教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年輕人比較喜歡什麼 比較老 因為年輕人喜歡熱鬧 來我們教會 是說 我們團隊很會說 大家聽一點也心疼 對不對 我們傳到很會講 但是 不然叫你起來做會跳 但是也沒有叫大家一起來跳 他去另外一間教會 大家又唱又跳 他覺得一間比較好 另外那個教會 大家一次又唱又跳 我想說我們也來介紹大家又唱又跳 大家都老了 我們是不是也來又唱又跳 他覺得那間比較好 他覺得又唱又跳那間比較好 所以就說 以後我沒有來聖靈 說我要去那間 他說以後我不要來聖靈師教會 我們要辦這個活動 就是要帶這個母女朋友出去 我們正要辦一個活動 就是要帶母女朋友出去 我們叫做信仰體驗之旅 我們成為信仰體驗之旅 所以他這個同學就跟他叫說 欸 人家北區 台穿年級要辦信仰體驗之旅 這個同學就要他說 我們 我們北區要辦一個大專生的信仰體驗之旅 請你來 請你來 他剛想說 我就決定沒有去聖靈師教會 你就跟我說 我想說我就已經決定不去聖靈師教會 你還邀我 因為也來一段時間了 想說 好 他心裡面就決定說 把聖靈師說 這是我聖靈師教會的活動 他就說 好啦 他心裡面就向主耶穌說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到聖靈師教會 我們就去到萬里 萬里教會 我們就一起到萬里 在萬里教會 就開始這個活動 就在開始在萬里教會辦活動 在安息日早上聚會的時候 小弟講到你 小弟講到你 像我們等一下要祈求靈師 我說要祈求靈師 要祈求靈師 要祈求靈師到前面來 他也在前面他整天董長這位 他也到前面來 他就在 跪在中間這個位置 開始祈禱了 開始祈禱了 他心裡怎麼說 他說這是我最後一次來聖靈師教會 這是我最後一次來聖靈師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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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他我覺得他身體稍微震動 我按照他的時候覺得他身體稍微震動 對 阿祈禱什麼 打過之後 我就問 我條件不想說什麼 我問問剛才阿祈禱什麼人有體會嗎 我就故意不講 我就說 剛才打過的時候誰有體會呢 他自己稍微說 我說 你好好認真阿祈禱 他自己就 但是他沒辦法解決了一個事情 但是他還有一些無法解決的意思 就是因為他祈禱都跟祖禱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來聖靈師教會 因為他祷禱的時候都是說 我是最後一次到聖靈師教會 跟阿祖禱的祈禱 到下午的祈禱 祖禱的祈禱 祖禱的祈禱 祝禱晚的祈禱 我按照到他的時候 點煮煮都不懂 按照到他的時候都很安靜 都沒有懂 我就覺得怪怪怎麼會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跟阿祖禱跟晚上 我們就一些小組分享 我們到晚上的時候就小組分享 對 那晚上分享 一些我們找自己的學生來 競爭他自己受生命的經過 那天晚上就很多學生 見證自己受聖靈的體驗 他也聽 他也聽 他也坐著一起聽 到差不多9點40 到9點40 我們的預定的行程 就跟那個晚上 9點40就要休息 我們預定行程就是這時候要休息了 對 我就說 時間差不多 這樣大家來休息 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們來休息吧 起來的時候 我忽然說 我問他一句話 其他時候我就問他 順便問他一句話 我說 你們聽幾個晚上 受聖靈 你們怎麼不想要求聖靈 聽整個晚上 別人受聖靈的經驗 你難道不想受聖靈嗎 因為沒有就這麼過了 因為有好幾個木道士 他們說 要要要要 後來再來鑑譜 因為我們在萬一高會鑑譜的會客室 我說來 禮拜會回來 我們就到這個 他們說要 那我們就從會客室到隔壁的會堂裡面來 就開始祈禱 我們就在那裡開始祈禱 我一個一個按手 我一個一個按手 看這個 這個白天 你應該用要受聖靈 看到這個白天 快要受聖靈 也都漸漸 你都很安靜 這樣 按手一輪之後 我就說 不要 應該要結束了 我按手一輪之後覺得 差不多要結束 所以我整來祈禱一下 起來準備要來按您 在祈禱 在貴先生祈禱 出來 準備要按您 我一個掛過 我一回頭 那個 那個 那個學生 哇 聖靈聖母 我快走過 就再按手 再確認一下 那個學生 我聖靈充盤 我趕快過去 按手再確認一次 祈禱 祈禱 打過之後 我說 剛才祈禱有什麼人 有感受 剛才打過之後 哪一位要感受 祈禱 我受聖靈 他自己舉手說 我受聖靈 受聖靈很清楚 受聖靈自己很清楚 因為他在那個時候 那時候 確定一件事情 對 我說我們 我們的心 不足的是什麼 我們人的心 不足的是什麼 我們在找一個 真正的心 我們找不到 我們要找一個真正的神 我們找不到 那時候 他再跟他的心聲 跟我說 大哥 其實我一直跟主要說 這是主要的 來真正的神 這時候 他才跟我講 說 他本來心裡面想的是 這是我最後一次來的 我說 你為什麼 沒有來真正的神 他說 那比較深色 另外一間比較深色 我問他說 為什麼 因為別的地方 那個地方比較有趣 他受聖靈 我說 你現在怎麼決定 現在 受聖靈 因為受聖靈 我問他說 你要怎麼決定 他說 我當然要到 這就是主要所說的 要為你的北中 流出 這個江河的水出來 主委是說的 就是要從他的附中 要流出 活水的漿耳出來 我們要來一間到的 不是說 那比較深色的 比較好什麼 你只要在真正所說的 你受聖靈 你就知道說 這裡這裡有 這裡有這種主要所說的 永遠的 在真正所教會的靈藥 只要受聖靈 就知道 在這裡有永遠的 我們來看一段時間 我們來看一段時間 約翰福音16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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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來祈禱 我們等一下要一起禱告 我們來看23張 我們看23張 我們到那一天 你們什麼都不用問我了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如果向北求什麼 他得到因為我的名字 給你24節 從來你們沒有向我的名字 求什麼 今天你們求得到 給你們的喜樂 得到麻糬 為什麼人會不夠 為什麼人會不滿足 就是沒有麻糬 因為不滿足 但是這亞所基督自己這樣說 主耶穌在這裡這麼說 你們今天來向我的名字來求 你們要得到麻糬 今天你們奉我你的名來求 你們必得到滿足 我們的基督比較簡單 我們要打罰的時候 對 就像這個白鴨丁晚上 奉主要所聖名基督 好 我們就像這個牌子上面寫的 奉主耶穌聖名 這就是聖經什麼的 你們要向我的名字來求 就是這裡所寫的 奉我的名求什麼 對 我們今天要在神的面前來求 我們今天在神的面前求 在耶穌基督的面前來求 在主耶穌基督的面前求 當然這樣奉耶穌聖名的時候 我們開始念 哈利路亞 這就要向主耶穌 YouTube 哈利路亞 扎耶穌ager 這就是要向主耶穌求 這個滑水山的方法 這就是要向主耶穌求 火穴泉源的方式 壞到主耶穌的面前 不可以癞愈 要到耶穌的面前 不能猶豫 不能懷疑 要有信心 聖經紀要這樣寫 我們教會也都這樣體會 我們教會裡面也什麼體會 我們的堅持很多 我們有很多的見證 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 絕對不能這個機會沒有把握到 絕對不要沒把握到這個機會 不能去外面買水冷頭去爭壇 不要在外面去買水龍頭裝在牆壁上 我們現在出來的祈禱 我們現在一起禱告 如果有無頭朋友請快點 你把祈禱出來禱告 我們在座的母老朋友 我們帶領的人 祈禱當中我們手合礙 目指揭揭 我們禱告之中眼睛閉上來 鎖合起來 對 內心不要沈悶了困窮 內心充滿懇求 不是無頭朋友才出來的 我們在座的祈禱也能夠出來 不是 只有無頭朋友可以出來 我們弟兄姊妹也可以出來 我們祈禱當中 我們在座的中心團就會跟祈禱 祈禱當中 我們在座的長指揮幫我們按手 這樣我們大家一起跪下來 我們一起跪下來 我們一起合起來 所合起來 我們這會來念 我們祈禱唷 聖明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奉主耶穌 聖明祷告 感谢观看